大批警销聚集在新北市泰山的明治路一段 因为现场传出浓浓的瓦斯味 当初货报之后警方负责管制交通 消防队员则是洒水降低瓦斯浓度 事后瓦斯公司紧急修复才结束一场虚惊 现在附近的居民使用瓦斯也恢复正常 原来是自来水公司在更换管线的时候 却不小心把瓦斯公司埋设的瓦斯管线挖破 因此才会造成外泄 就这瓦斯公司派人修复后也做了通气的测试 确认都没有外泄情况 自来水公司也继续他们原本更换管线的工程 这是我们掌握到的情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